2005年下,我在老家看望了一位小学时的王姓同学,他是县政协委员,家乡文化站长,还是小有名系的书法家。 他说,您还记得我们高校毕业的头一年,1951年吧?咱们班有个李XX同学,他父亲是个前清秀菜,他家里藏有一本天书名为《铁板图》。 据说这是预言各个朝代最后命运的,而且预言很准,历朝历代都把它列为禁书,所以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。 有一天,李同学背着他爸爸铁板图拿到学校,让我们几个年龄大的同学看了,当时您年纪小,就没让您看。 我问,是在铁板上画的图?王说,不是,是一本刻板印制,旧的有点发黄的纸质图书。 那为什么叫铁板图呢?他说,可能是说每张图的预言都如铁板丁丁一样的以成定局,不能改变吧。 我急切地问,上面说了什么?王说,大家对别的图都不怎么在意,只注重最后一张图,据李同学他爸说这是预言中共如何灭亡的。 他用手指在桌面上,边画边讲,图形很简单。 在两座山峰中间的山坳上空,先后飞过去四只黑颜色的鸟,有一只白颜色的鸟在右边山峰的半山腰被撞死,血剑峭壁,正向山下坠落。 图画的下边写着一行字,白羽毛鸟撞死在山这边。 他接着说,这幅图画说明了两点,一是中共要亡在一个被誉为白羽毛鸟儿的头头手里, 二是这个头头最后为了中共而殉葬。 如图所示,停了一下接着说,我一直在琢磨,这个白羽毛鸟儿指的是谁呢?我想了想说,一时还想不明白,那就走着瞧吧。 我问,这本铁板图现在哪里?他又把话题转到1951年,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,铁板图的事被区政府知道了。 区长来人调查,说是要把李同学开除回家,弄得大家很紧张。 我也回想起了当时班上很紧张的情景。 他说,多亏赵校长从中周旋,李同学没受处分,但铁板图却被没收了。 从此,再也没有这本天书的消息。接着,他又告诉我李同学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教师,一切都很顺当的情况。 从此,我就十分关注白羽毛鸟儿的事。 2007年底,中共十七大却立习近平为接班人,我一下就明白了,白字上编一个语,不正是习吗? 我被预言的神奇所震惊,对不知年代不知名性的铁板图感到神奇莫测。 当我再次见到王同学时,铁板图和白羽毛鸟自然就是盘化的主题。 当谈到这本天书被没收的遗憾时,王说,现在想来,当初李XX把铁板图从家里拿出来真是胆大,也有点莽撞。 我说,也多亏他,要不然这个天机就得湿沉大海。 他也是鸡了大德了,所以他的事业,家庭都很顺,省给他福报。 王同学劝我把这则预言写出来,我说,再等等看吧,因为我不希望,也不太相信白羽毛鸟会是那样一个悲惨的下场。 他笑了笑说,人呀,此一时彼一时也。 最后一次见到王同学那是2014年。 80多岁的他坐着轮椅,身体虽然虚弱但思维依然清晰。 为了再次核实他以前说的话,我让他把铁板图最后一张图的内容再重复一遍,结果他的叙述和9年前完全一样。 分手时他叮嘱我,到时候一定要把铁板图隐喻的天机写出来,让世人知道。 四只黑颜色的鸟儿飞过,一只白颜色的鸟儿撞死。 这幅图画到底隐喻着什么? 大纪元2012年9月27日报道,有一只情人李星,华明,向大纪元记者透露,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在亚安工作时,有一民间高人曾给他留下这样一句话。 后等时代,中共的命数将应在江湖习武这四字上。 该朋友表示,当时这位高人并未留下文字,到底是江湖习武?还是江湖习武?还是江湖习武?江湖习武就不得而知。 当年他并未把这句话当回事,但三十年过去了,目前眼看着习近平即将登临大位,才不得不佩服这位高人的神奇妙算。 对于江湖习武的最后一个字,有修炼界的人士认为,按中共的说法,习近平是第五代接班人。 目前中共气数将近,江湖习之后,已无第六代之说,甚至习近平能在这个位置上做多久,修炼界并不看好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江湖习武或江湖习武是较为靠谱的说法。 而今我们看到的铁板图中四只黑鸟正一只白鸟,是否代表中共五代党魁?飞过或撞死是否预示他们个人的命运? 谢谢大家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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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!